好 现在呢 我已经勾到最后一针了 这是另一边的帽袋 两个我都已经给它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把最后一针勾好 然后我们在 在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一排是我们勾的短针 我们在这个短针下面这个针目里面 插针进去 然后带线出来 然后再勾出来 就是勾了一个引拔针 然后我们再立一个辫子针 立一个辫子针结束 我们留一点线头 然后断线就可以了 好 断线这个帽袋就勾好了 然后呢 我们拿出我们的缝合针 材料包里给大家配的都有缝合针 然后我们拿出缝合针 拿出缝合针 把线头给它藏一下 线头给它藏在这些针目里面就可以啊 我们把它穿一下 穿一下 然后 这样 转过来 把它藏在这个短针的针目里面 多藏几针 这个线头它就不会跑出来了 好 多藏几针 然后断线就可以了 断线我们这个帽子的主体就做好了 看一下 帽子主体 这它做好了 下面呢 我们开始来讲这个其他的小配件 帽子先把它放在一边 其他的 先来讲这个小配件 我们来讲这个耳朵 还是拿红色的线 拿红色的线我们来勾耳朵 耳朵的用的全都是短针 然后我们绕线 拿线出来 我们留一点线头 好 我们绕线 在手指上绕一圈 绕一圈之后 我们用勾针穿线进去 然后绕线 带出来 带出来 然后这里不算一个 再立一个辫子针 这才是一个起立针 这才是一针起立针 然后我们在线圈里面穿针 带线出来 现在我们是在勾短针 我们绕线 两针合并成一针 大家不明 记不住的啊 在这个地方做上记号扣 在第一针上做记号扣 然后 能记住就不用做了啊 我们一共是在这个线圈里面 勾短针 勾出来 6个短针 4 5 6 我们这些所有的小配件都是用短针勾的 所以这个短针呢 比较简单 我就稍微讲快一点 勾好之后呢 我们 拉这个线头 把它收紧 收紧之后 收紧之后啊 我们这里它就 成了一个圆的了啊 然后我们跟第一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的这个辫子针 挑线 我们要勾引拔针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 然后绕线 勾出来 然后再勾出来 好 一个短 引拔针勾好了 我们第一圈就结束了 然后绕线 立一个起立针 开始第二圈 第二圈呢 我们在这同一个针目里面 在第一个短针的位置 接着再勾短针 我们这一圈 是要勾 每一组 每一个短针里面 加出来一针 就是勾 勾每一针里面 勾出来两个短针 一共是12针 第一圈是6针 第二圈 每一针里加一针 一共是12针 大家一边勾一边数 不要勾错了 好 勾三组了 第四组 第五组 第六组 然后我们在这个 这个针目里面 第一个针目里面 勾针 勾出来 然后勾引拔针 第二圈 结束